吕布早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的一身武艺到底是何谁学的 所有看过三国演艺的人都知道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 如果单论将军的个人勇武 恐怕没有人能超过吕布 在东汉末年的时候 有那么多超一流的武将 但是在吕布面前 依然还是要弱上一些 哪怕是关羽和张飞这种顶级猛将 在面对吕布的时候 依然只能吐槽吕布的人品 却无法吐槽吕布的个人勇武 在演艺小说当中 吕布死了之后 官爷看谁都像是插标卖手 但是唯独对吕布 估计官爷也没有底气说这种话 但是也正是因为吕布太能打了 所以后世的很多人 对此都产生了一个疑问 这吕布这么能打 到底是跟谁学的呢 吕布早年到底有着怎样的经历 才能锻炼出如此夸张的武力呢 这个问题千百年以来 其实一直都没有人能回答 因为正史上对于吕布的记载 其实极少极少 而且不管是后汉书还是三国日 基本上都只是记载了吕布后期的经历 对于吕布早年的经历 这两本正史基本上都没怎么提 因为没有正史记载 所以我们也无从得知 吕布如此夸张的战力 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 不过我们却可以通过同时代的正史记载 大致确定吕布的早年经历 如果我们看过吕布早年的时代背景 我们就会发现 吕布这一身匪夷所思的本事 很有可能就是从小练出来的 他的少年时代很有可能亲眼目睹了东汉和鲜卑的战争 正史上没有记载吕布的详细生年 但是按照后世的史学家考证 吕布的出生时间大致是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出生于公元156年 另外一种是出生于公元159年 那对于这两种猜测到底哪一种是对的 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显然吕布应该是出生于公元150年 到公元160年之间 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时候汉朝正是汉环帝在位时期 当时那位大权臣梁记都还活着 东汉的朝政大权也都还掌握在梁家的手里 而除了梁家这条历史线之外 在吕布出生的同时 历史上其实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 相比梁家 这个事对于吕布的影响其实更大 这件事呢就是鲜卑的崛起 如果吕布是出生于公元156年 那么在吕布出生的这一年 北方草原上的鲜卑 刚好第一次被一个叫谭世怀的人同意了 在东汉的历史上 前期北方最大的敌人 一直都是匈奴 但是经过东汉连续百年的进攻 再加上当年西汉的打压 到了东汉后期的时候 这匈奴早就已经被打垮了 同时因为匈奴战败 北方草原上出现了势力真空 于是借着这个机会 这鲜卑又崛起了 对于吕布来说 这鲜卑的崛起 其实远比梁济家族 对他的影响更大 因为吕布的家乡 在今天的内蒙古包头以来 而在东汉末年的时候 这个地方恰好是东汉抵御匈奴和鲜卑 最前线的战场 所以在吕布出生之后 他正好赶上鲜卑崛起 而当时的东汉 恰好又在不断衰落 等到梁家倒台 汉环帝掌权之后 这汉环帝又开始 主要针对西边的西枪 对于北方的鲜卑一直处于防守状态了 所以在吕布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他感受到的世界 是鲜卑的骑兵不断袭扰边境 几乎每一年 他的家乡都会被鲜卑袭扰 然后被抢走很多的财物和人口 而再之后 大概在吕布十几岁的时候 汉环帝驾崩了 而汉环帝驾崩之后 这汉灵帝继承了皇位 因为当时东汉高层不稳 导致东汉的边防情况更加松弛 鲜卑的袭扰也远发频繁 就这样 等到了公元177年 在吕布差不多20岁左右的时候 汉灵帝终于下定决心 要对鲜卑用兵 在这一年 汉灵帝分兵三路 出动了数万的骑兵精锐 同时杀向了草原深处 但是结果 这场战争 最后却是以东汉的惨败而结束的 数万精锐骑兵 最后仅仅只逃回了几十个人而已 而这一切 就是吕布成年之前 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因为史书没有记载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这吕布早年是否参与过这场战争 但是从时间和东汉的相关政策推断 吕布早年 肯定是参与过 抵御鲜卑洗扰的战争的 而这种生存环境 无疑就让吕布从小开始 就对战争环境极为熟悉 所以后来 他就逐渐练出了一身 极为夸张的武艺 所以尽管我们不知道 吕布这一身武艺 到底是谁教出来的 但是显然 年少时期的生存环境 绝对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 不过 等到吕布逐渐长大成人之后 东汉的边境战争 却反倒是逐渐减少了 这倒不是说因为东汉出兵 打垮了鲜卑 而是因为当时鲜卑的那位政治强人 谭世怀 因命去世了 而谭世怀去世之后 这鲜卑内部迅速分裂 自然就没有空再洗扰东汉的边境了 但是此时的吕布 却因为常年的战乱 练出了一身过硬的本领 此后 吕布开始凭借自己娴熟的攻马技术 以及个人的勇武力量 逐渐进入了仕途 然后又过了几年 吕布所在的区域 来了一个实权都尉 正是这个人 彻底改变了吕布的一生 这个人名叫丁元 历史上的丁元 早年也曾经是一员猛将 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 他则是靠着自己的战功 一步步升到了齐都尉的级别 奉命驻守在宾州北方 也就是在这期间 丁元开始在当地招募士兵 想要招募一些比较能打的年轻人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丁元发现了三个特别能打的年轻人 在这其中有一个就是吕布 而另外两个 一个叫张刘 另外一个叫张杨 就这样 在被丁元发现了之后 吕布很快就被提拔了起来 并且成为了丁元的心腹 而与此同时 丁元自己也在努力 在京城那边 丁元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 联系上了宫里的实权宦馆 简硕 这简硕是汉林帝 最信任的一个宦馆 甚至被汉林帝 给了很大的兵权 在汉林帝在世的时候 这袁绍和曹操都曾经是他的下属 而当时的丁元 就让自己会下最重要的一个下属 张杨 带着自己会下的一部分军队 去京城接受了简硕的管理 不过此后不久 在京城那边的斗争当中 简硕输给了何进 直接被何进给干掉了 而简硕被干掉之后 这丁元也就没有了靠山 从种种迹象来看 丁元当时应该就是选择投靠了何进 而此时他会下有军队 恰好是何进最需要的 所以何进倒是也很快接纳了他 而再之后 末年的主线剧情了 京城那边 这何进为了争权 听从了袁绍的建议 开始从地方调兵入京 而当时何进调入京城的军队里边 最重要的有两支 一支就是董卓统领的军队 另外一支则是丁元统领的军队 就这样 因为何进的征兆 丁元带着吕布 还有自己会下的军队 正式入京了 而丁元入京之后 没过多久 那董卓就开始悄悄联系吕布 史书上也没有记载 说这董卓到底是如何说服了吕布 或者说如何收买了吕布 但是最后 吕布显然是导向了董卓 并且帮助董卓 刺杀了丁元 而在丁元死后 吕布则是继续帮助董卓 吞并了丁元回下原本所有的军队 而吕布本人之后也被董卓受为了义死 不但成为了董卓回下的同号大将 而且还开始贴身保护董卓 这就是吕布早年的故事